Zither Harp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又到了来亲近她 敬拜她 向她祷告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我今来到 你是恩宝座前 向你献上我 感谢 你为了我的罪 因此在世家 为我留下你 保险 主我今来到 你是恩宝座前 向你献上我 感谢 你从死里复活 我胜过 胜过失望前世 赐我新生命 祝我要告据你生命 祝我要告据你生命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 祝我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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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要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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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祝我今来到 你是恩宝座前 向你献上我感谢 你为了我的罪 你死在世家 为我留下你 祝我今来到 你是恩宝座前 向你献上我感谢 你从实力扑活 胜过失望全世 赐我心生命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 祝我要赞美你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远 祝我要靠近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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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世到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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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从今世到永永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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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万物的美好 都是一首创造的主要 祝我谢谢你 我赞美得你 哎 祝我谢谢得赞 祝阿 祝你就是在那屏宇宙 仍然救满我的心 祝阿 祝你就是在那屏宇宙 仍然为我们开祝的 祝我谢谢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你谢谢你 祝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祝阿 祝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祝阿 祝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祝我谢谢你 祝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从今世到永远远 祝我要赞美你 祝我要敬拜你 世到永远 祝我要赞美你 祝我要敬拜你 直到永远 祝我要赞美你 祝我要敬拜你 直到永远远 直到永远远 主我们要赞美你 直到永远远 主要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 你是那位喜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就是定义要来赞美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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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绕过亚伯拉罕 就在今天我们要思想 这个重要领袖被呼召逃走的路程 不久前我在一本杂志 读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有一个杂志的编辑 他问他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就问这个教授说 为什么你是一个大学的教授而已 可是你家财万贯 他说其实不是我很会理财 是因为我的爸爸 他说令尊大人怎么样 这个教授就说 我的父亲 在很早以前 有独到的眼光 留下许多的财产给我们 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这个教授就跟主编说 他说很多年前 那个时候刚好是遇到 中美断交的时候 当整个电视台在播报 许多游行抗议的队伍 我父亲那个时候 人在病床上 我们都很害怕 给我的父亲看到 这些消息 免得刺激他 但终究瞒不过父亲 父亲就远远对着那个荧幕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告诉我 孩子就跟父亲说 父亲是这样 就是发生了这些 中美断交的事 父亲听到眼睛 立刻张得很大 跟孩子说 赶快 把前几个礼拜 我们要谈 还没有谈妥那几个 把购买房子的事情 无论如何 贷款都要把房子买下来 那个过程 他们跟银行大量举债 买了非常多的房子 果不其然没多久 时局转变稳定下来 所有他们买的房地产 经过了时间的变化 完全无法想象 那个价值连成 这个主编就在这个文章后头 写了一段话 他说 其实看到景气不好 股票下跌 就应该要入场 这种道理人人都知道 但问题是 有多少人真的有勇气 就在跌的时候 愿意进场 这个道理人人知道 但到底有多少的人 有勇气敢于付诸行动 你永远不知道 会不会继续再跌 以至于你就继续观望 永远你都不知道 到底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于是你就继续等着看 也因此只有少数 能够付出行动的人 才能够从这么一堆 混沌不明的局势当中 脱颖而出 当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心里头感触很深 想想看我们的信仰 不也是靠近这样的体会吗 很多时候基督徒都坐在礼拜堂 下面听着牧师的讲道 觉得牧师你讲的真是有道理 真是好 但是好像真的要我去做 仿佛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冲动 就像很多人觉得 从恋爱到婚姻 需要的是一点冲动 当基督徒当久了 冲动没了 大家慢慢的觉得 道理越听越多 耳朵越来越发沉 双脚越来越没有力量 创世纪十二章 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耶和华上帝有一天对亚伯兰说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要祝福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话讲到这里 有方法吗 没有 有时程吗 没有 有地图吗 没有 但弟兄姐妹 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 他坐着继续等隔天的启示吗 他坐着继续聆听 还有没有更多一点的线索 圣经告诉我们 第四节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 自然一投足一举手 就会影响人 紧接着圣经说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弟兄姐妹 亚伯兰是一个行动的人 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信心之父 他应该心中有很大很大的信心 相信上帝的话 我曾经问过一个属灵的长辈 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袖 有两个神学博士 然后很有恩高很有口才 做事情非常的有自信心 我就问这个领袖说 为什么你每次开会的时候 你每次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你都那么笃定 难道你不害怕事情的发生 到后面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吗 他说真正做领袖的 不是没有害怕 不是没有害怕 或许你会有害怕 但是你真正应该要怕的 是你应该做出对的决定的时候 你没有做出对的决定 你仍然等在那边错过的时间 他也跟我分享了许多时候 在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都是一边做一边改的 回过头来到亚伯兰的生命 你不觉得也是这样吗 一边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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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了 圣经告诉我们他很快就到迦南地了 一节一听到话就去 隔一节就到了 但是你知道当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之后 故事才要从那里 刚刚开始写而已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实在是一位行动的人 信心之父不是用口里说出来的相信 信心之父是用他的行动走出来的相信 我们怎么知道亚伯兰真的信耶和华 若非借着他的行动 我们就不真明白 谈到这里你不觉得 新约里头长期被我们误会的雅各书 再次得着他应当有的高度和力量吗 有许多基督徒觉得雅各书 把行动把行为看得太高了 然后把信心变得太小了 总感觉好像被标榜出行为主义一样 但弟兄姐妹 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亚伯兰的生命 有谈话 可是就在这一次第一次上帝跟亚伯兰说的时候 亚伯兰没有跟上帝说 这个好像不太够 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让我有把握一些 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这样说 亚伯兰就去了 弟兄姐妹他就去了 然后圣经说他就到了 就在迦南地那个地方 就在亚伯兰的行动里 他开始领受上帝许许多多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鼓励你在行动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应许 一个真正的领袖不只是口说我对上帝有信心 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要召开一个会议 然后把所有的议案计划弄得滴水不漏 绝对没有瑕疵 然后我们再非常的有把握展开行动 当然适当的计划是需要的 不过亚伯兰却让我们看见 他有的是先从神领受应许 接下来有的呢 就是对这个应许用行动验证出来的信心 用行动表达出来的信心 我们信上帝吗 那就看我们到底做了多少 你真的信耶稣基督是使人得救的盼望吗 那就看我们福音传了多少 真正的信并不在乎我们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只是向上帝口跟神说主我相信你 他完全反映在到底我们怎么将我们所相信的 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当中把它表达出来 有许多时候 弟兄姐妹 渴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更多 所以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会说 不够不够牧师 你可不可以找他他他 因为他装备比较够 你可不可以找他他他 因为他能力比较好 其实弟兄姐妹 听永远听不满足 而亚伯兰却是听几句他就做了 那你说做的结果好吗 你看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兰听了这些他就去做 有没有做 有 上世纪十二章 当他到了迦南地之后 就遇着了饥荒 亚伯兰心里想怎么可能会遇到饥荒呢 上帝讲的明明是一个祝福的话 所以左思右想 他就移动他的脚步 从迦南往南移动到埃及地去 他做错决定了 做错决定的亚伯兰 上帝仍然超越他的软弱 仍然在埃及地完成他拯救带领的工作 再把亚伯兰从埃及地带出来 其实领袖不用怕错 亚伯兰的人生就错给我们看 亚伯兰的人生就是这样 你总是会错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万无一失 因为我们并不是耶和华上帝 没有办法有那一天等你全部都想齐了 你说主啊我现在要去读神学了 一切都想好了 做完了所有的计划了 我们才跟主说主好 我今年愿意出来服侍你 就在你等候 就在你拒绝 就在你犹豫 就在你愁躇的时候 你错过了许多 真正跟随上帝的机会 亚伯兰他只是知道一些 就要往前走 因为基督教的认识论 只能在行动当中被经历 只能在行动当中被检证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只是坐在那里认识 我们必须在行动当中认识 亚伯兰的生命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一生如何起伏 起伏 我们甚至很直白的说 亚伯兰生命里头那些软弱的时刻 没有信心的时间 一点不比他所谓有信心的时间少太多 好多软弱 但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说 他是一个信心之父 很多人觉得信心之父的那个信心 是在那种实验室里头 或者是那种无菌室当中 纯粹的信心 是吗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 跟他说 明年你老婆这个时候要生孩子 亚伯兰上帝前脚一走 他后脚就把老婆卖给了亚比米勒 弟兄姐妹 他是信心之父 我们只能说 他在行动的当中 经历上帝的保守 行动的当中 经历上帝的保守 不要再等候 很多人一直等候 那个等候不说不要等候上帝 要等候上帝 上帝并不是不说话 上帝已经有说话 问题是我们太害怕了 怕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 我们继续等想要更多 到后头 我们却错过了 连自己已经有的 也没有将他兑现出来 他是谁 那是耶稣故事里头 那领一千两银子的人 神愿上帝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 有行动勇气的基督徒 好不好 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 我邀请你今天 为着一个上帝赐下来的真理祷告 这个真理神 我光照你是节制 你就在今天求神 让你节出节制的果子 如果神特别提醒你今天 祂要给你的主题是赦免 你就要在今天 寻找一位 与你之间有嫌隙的弟兄姐妹 与他复合 采取行动吧 弟兄姐妹 就在今天 有勇气 跨出那一步 按照神的启示而行 我们一起为自己 有真理行动的勇气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 愿你帮助我的弟兄姐妹 就在今天 我们应该做出判断的时候 做出 就在今天应当行动的时候 我们行动 我们不再坐在那里等 主就是我 我应当去是那一位 实践你真理的人 愿你帮助我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你 就在那里 引导我 吸引我 要走 谢谢 天父 主要我先在你的面前承认 主要我真是那软弱 主要我可是我靠着你 主要我能够刚强起来 主要我恳求你使我在我软弱中 主要我要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 主要听命胜于献祭 主要我恳求你使我 主要听到我就要去行 主要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主要我愿 主要你的话语使我 有力量 主要是我能够行出那样的行为 主要信心所望之事的确具 未见之事的实底 主要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主要我恳求你 主要不要让我用我自己的意思 主要淡淡的降服于你 主要淡淡的专注于你 主要你的力量就与我同在 主要我愿这样子 主要在早晨要宣告说 主要我是有信心的 主要我不够恳求你加添 主要我们感谢你 弟兄姐妹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往前走 环境好像没有改变的时候 神开你的眼睛看见 他的手真与你同在 亚伯兰去到了埃及 异乡仍然是异乡 但是在那里 他却经历到上帝的保护和保守 我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按照真理而行就不要退缩 即便环境暂时没有改变 也要注意定睛在上帝的作为上 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在逆境在困难 在不顺利的环境里头 我们仍然看见他工作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求你帮助我 在许多的困难环境里头 我觉得好难看不懂不明白 但你帮助我开我的眼睛 让我知道主你就在这里 你这个样子工作 你就在这个当中 你这样说话 谢谢你主你在我的环境里头 你要开关我的眼睛 你在我的环境当中 特别是困难的环境 你要说话 亲爱的神 求求你再次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主我们不要再相信我们眼前所看见的 我们要相信我们心眼所看见的那些事情 是神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主啊 你说 你如果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主啊 我们要在信心上能够坚强 在信心上能够稳固 能够在力的稳的时候 神啊 你就将那些信心赐下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跟着你 一起走在那整理的道路上 一起行你的道路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能够给更多更多的祝福 给世上还会信徒的人 主 谢谢你再妹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领袖不是与生俱来的 上帝乐意在每一个时代 兴起 愿意 顺服的领袖 如果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就去行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神国度的领袖 领袖不是别人 领袖就是那许多位 听见神的真理 然后去行的人 是不断在操练中酝酿的 我邀请你为着自己 能够顺服神的真理 邀请你为着你的环境 当中许多重要 在领袖位分上的人祷告 求神帮助他们 帮助我们 能够听见神的真理 顺服的去做 听见神的真理 顺服的去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求你帮助我们 听见你的真理 不将它放在心中 反复思想而已 我们是放在心中 并且行动出来 结束这是一条冒险的旅程 因为当我们要复合的时候 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 但我确定这是你的话 我确定这是你的意念 愿你给我们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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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做 就是这样去做 就是这样去做 祝愿祝你帮助我们 祝愿祝你帮助我们 又这样去做 祝愿祝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要经历你 祝愿祝你 祝愿祝我们 真的是让我们成为 那个行动者 祝愿祝我们成为 那个跟随者 祝愿祝我们 这次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就去行 祝愿祝我们那样 谦卑的心 祝愿祝我们那样 顺服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祝愿祝我们这次 感谢祢 赞美祢 亲爱的主 我们将每一个 弟兄姊妹交托仰望 愿祢加能力给我们 按照我们的祷告 在我们愿意顺服 愿意听命行事的时候 你就加力量 加勇气 让我们回过头看见 这一路上都滴满了 恩膏指油 谢谢主 就在今天 祝福我们众人 按你的心意去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 祝我永远 祝我要赞美祢 祝我要敬拜祢 直到永远